大家好,我是Helie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的三月最愛的 食物方面我放在最後 因為上次有人留言說不想看我分享食物 如果你看到不想看,你就剪掉 不要緊的,OK的,我接受的 三月最愛的第一件事想跟大家說 我的新手機殼 我非常喜歡,在淘寶購買的 連結會放在下面 就是這個小飛像的手機殼 後面的顏色,我男朋友就說好像還未完成 但我覺得這些一塊塊才能做到我想要的那種升空效果 無論這隻顏色,或是它的亮面 還有在旁邊做了一個黑色的包邊 我都覺得很喜歡 而且剛好最近在拍攝小飛像的真人版 所以這件事很合適 我想大家也有印象,我很喜歡用藍色藥丸 DOTA JUTS的這款面膜 原來這款黃色的寫著FIRMENT SOLUTION 我覺得也很好用 而且這塊已經是最後一塊了 為什麼我會喜歡用它呢? 它跟藍色藥丸有什麼分別呢? 藍色藥丸這款是普通的PAPER MASK 而黃色這個長型的藥丸 它是我很喜歡那些GEL的質地的面膜 你敷的時候是要乖乖地睡在這裡 因為它很容易滑 而且它的面膜的形狀 不算很貼合我臉 它這些位置好像很大 然後鼻子又很小 但是因為它是這個GEL的面膜 所以這個遺憾我就把它拋住於老後 它敷完的時候 如果你是乾性幾敷 還有開冷氣比較乾的天氣 就會有那種很滋潤的感覺 對於FIRMENT 其實我覺得沒有太大的作用 然後就到ETUHOUSE的這盒BEST LOVE Palette 這一款在我上次G-Rocket開箱的時候 就說它的粉質不夠細滑 比較硬一點點 就不是我喜歡的 但是用來用來 我就覺得對它也算有愛又恨 最近好幾條影片 無論你們在下面留言 你們inbox問我都好 其實我的眼影都是用它來化的 你們看到我都應該不是用了一次兩次 就讓它這樣粒了下去 它裡面是有很多不同的帶地色 還有一些偏桃紅紫紅色的顏色 喜歡用它的原因是 我發現了這一盤的眼影盤 是很高功能性的 例如它這隻顏色 其實跟我平時用的Omega很像 鼻影就是用它來打的 很自然的 之後這隻的顏色 是跟我的皮膚極相似 所以做眼皮的打底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眼皮是很暗沉 所以它是可以做到最完美的打底色 然後旁邊最淺色的這隻顏色 如果有時候你眼睛已經化得很髒 然後一塊塊的話 你用一個blending掃 可以把這隻最淺的顏色 blend開它 眼妝就會乾淨很多 然後旁邊這隻的顏色 其實它打了燈好像很淺色 其實它是一個很漂亮的珊瑚橙色 是可以做到胭脂的 這個顏色是不是很漂亮啊? 做胭脂真的是一流 所以這一盒的眼影我覺得 真的多元化和很好用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 持久力是很差的 我昨天化妝大約六七個小時 其實就已經沒有了顏色 紅色很鮮艷的顏色全部都沒有了 而且它顯色到如果你嫌它不夠高的話 你弄濕一點點掃 再上去就會漂亮很多 還有顯色很多 接著就是兩枝的唇膏 一枝是液體的 一枝是唇膏來的 先說了這枝 因為香港不能買 快點說完就算了 它是Appeal的Juicy and Pan Teens 我平常都用到它 經常帶出去的 一拆出來的時候 是超級蕃茄紅色的 但是因為它是很透薄的 所以你噴開它 就看到其實它是一個很透亮的紅色 很漂亮 不知道是不是早前 太多液體霧面唇膏 全部都很飽和很實色呢 突然看到這些透亮的顏色 好像一個清泉的感覺 它就是有一股 Opure的很假的黑加輪子糖味 我自己都覺得OK的 不算太喜歡 但也不會說很真 然後就到這枝 這枝香港有得買的 是Media的 我在莎莎買大約$79左右 它是一位觀眾燒我去買的 我買了幾種顏色 最喜歡就是這款OR01 是不是也是它燒我這顏色呢 就是我現在嘴上塗的這顏色 我沒有塗其他東西 也沒有塗潤唇膏 你看到它的光澤 就知道它是潤紮型的唇膏 所以持久力是比較低的 基本上你吃東西喝水 就真的要補的 但是以開架的唇膏來說 它真的算是非常不錯的 我在手背試色 一畫你看到 又是這種清透型的 偏橙的一個珊瑚色 很流行今年的 Living Coral的顏色 它跟之前Opera那支是有得廢的 但是兩支對我來說 也有少少不同的 Opera那支會再柔潤一點 再薄透一點 像一個很顯色的有色潤唇膏 而這支Media呢 我覺得它的滋潤感都相似的 跟潤唇膏 但是它就再厚一點 會像一個很潤紮型的唇膏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也可以去看看 然後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無聊的東西 其實是我昨天才買的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我在OK便利店買了很多 Apeach的文具用品 這個是文件夾 我都希望自己用得到 隨便找些東西都要放進去 然後就有一本的記事寶 還有一個信紙的寶 裡面全部都是一些信紙 有很多不同Kakao Frame的圖案 當然有我最喜歡的Apeach 真的很噁心 不是我說它是屁股頭的 你看看 它根本就是屁股 它不是肚子 我真的覺得 記事寶是這個樣子 它有中間的分界線 可以左右去寫東西 我覺得都OK實用 好了 今天想分享的食物就是這個 三十四多的和牛牛丸 不是廣告 我真的是真金白銀去買的 我為什麼會買呢 就是我在Youtube看到太多人說這間 說到真的很好吃 天花龍鳳 我就抓了我男朋友去買 然後我們就買了三樣東西 燒賣、灑牛肉和和牛牛丸 前面那兩樣東西真的不用買 我覺得完全沒有特別的 也不會特別便宜 而這個呢 簡直是很貴 我吃過最好吃和最貴的牛丸 都是被他拿走了 這個名銜 九十元只有八粒 那時候貴到 我男朋友還要買的時候 他說要一包 然後那個人就跟他說 我們剩下十包而已 你是不是要買光 然後我男朋友說 好像美容丸被人壓低 騙他那種感覺 他很害怕 但是吃過之後 我就真的明白 滿滿的牛味 是我們兩個人生之中 吃過最好吃 然後那個質地是很紮實的 它不是很彈 它是你感覺到咬下去 那種紮實是裡面 很多很多牛肉打出來 然後每一口 吃到最後一口 甚至吃完 你都感覺到整個口腔 喉嚨 都是很滿的牛味 但是呢 真的吃一粒起兩粒 一次 那種牛味 有點膩 還有呢 不要用來打火鍋 用什麼湯底去烤 一定是用水去烤 不需要點任何東西 我覺得原汁原味是最好吃的 還有呢 很多人都會留言跟我說 你不要吃那麼多牛羊 那些東西 你濕疹 但是呢 我可以跟大家說 我是不是沒有戒口的 蝦到現在呢 我也是吃不到的 有時候呢 你會看到我這裡 突然間深色了 或者 樣子有點變 就是我吃完蝦 我還在試著 因為我不深色 那我就偶然呢 都會去吃蝦 看看自己 可不可以已經避免了 到現在都還沒得 那牛呢 和羊呢 然後一些海鮮呢 我都吃得回 是沒事的 但是當然我不會吃很多 所以不需要擔心我的濕疹 我現在 沒事的了 好了 那我三月的最愛就只有這麼多了 那接下來四月最愛呢 我不知道拍不拍到 因為到時候我在日本 還有 因為四月尾我會去大阪呢 今個月我盡量都不會買些什麼新的東西 我會留些蛋藥在日本那裡洗 那所以呢 四月 希望都會有些新奇有趣 喜歡的東西可以和大家分享 好了 那我真的不說那麼多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還有最近 上個月就比較多廣告和合作片 那今個月就應該沒什麼了 因為我看到很多廣告都死了 我在網上看到一些廣告 曾經找過我 然後我整天的條件都很嚴苛 有時候我會跟他們說 如果不要用我可以召直光 然後我可以先試一下 因為那些廣告其實可以和大家說一下 是很長的 他們可能是一個product 然後你下一個月就出片 那就是你收到一個product 用兩下你就要出那條片 那我就不喜歡做這些東西 那所以呢 我的收入就越來越少了 如果你們再不看那些片 我連一千元都沒有的話 那我就會很窮的 大家多看多點 但是我按一下 不看都沒有 我洗澡的時候交正音播一下它 如果我真的很窮 然後淘寶又找我 然後電器那些 兩腳踩我又不肯接了 很多危險 當我覺得危險的時候 我不想銷售大家 所以那些我又不肯接了 然後有時候他們會先找你 就跟你說 我不趕那個牌子給你了 你直接雜責接了 怎樣接啊 然後之後我又不接了 雖然我最近轉了一些模式 在接廣告方面 但是就不會影響我的真心 知道我是一個很有原則 很規模 很多標準 那條底線很高的人 我好像越來越少收入 所以其實有時候 你都不需要太擔心我們片的廣告 如果我不喜歡 覺得有點不安的話 其實我真的不會接了 雖然我很想做全職的Youtuber 但是 都不可以埋沒良心地去做 我都很想有很多廣告 你會發現的 如果那個星期我是有廣告出現 我會出多一條片 其實是辛苦了自己的 但是我都不介意每個星期出多一條片 因為我預算多了 我就可以買多一些東西去說 因為上個月其實那些片很貴 我收入是1200元 一條片都不夠 但是我幾條片加盟了幾千元 你們想一下 我是很貼錢的拍 所以有點灰心 但是我覺得都不要緊 這個行業可能不知是否很適合我